这些两个人在一起 除了是两个人的结合之外 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一般呢我们都会选择 对方有一个比较和谐的家庭 这样相处起来就更加的方便了 接下来在我们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就拥有一个 非常和谐的大家庭 接下来咱先看看男嘉宾的照片 又要看到了一个 一寸棉冠照片 就是对自己的容颜相当自信了 但是我觉得这身衣服穿的是挺有样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工作服 是啊那到底它是做什么的呢 接下来 有请我们的本尊上场 掌声有请 我有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你愿意加重吗 爱的选择我来了 欢迎您您好 您好 四爷爷好 来 这有一米七吧 一米六八 还没组织人高呢 声音很好听哦 磁性 而且真的很客气 因为我们都是晚辈 就是一有男女嘉宾上来 跟我们行李的时候 哎呦 我真的有点受不起 真的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我发现男嘉宾是特别有学问的一个人呢 因为在我这个角度看他这个度数很厚 而且圈层特别多 我有一点不夸张 就是他那个镜片已经厚过他的镜块了 六百 六百度近视 我看小戏 我注意就是看小说 小说 看小说 看小说 看的 我以前不那么重 就是在四十岁五十岁以后重的 在以前二百度 没想法 他越看不着越好 那不行 我也没想法 为啥呢 年龄大了 近日不见也不要孩子也不咋地了 那都无所谓了 你知道吗 那不行 就这么在一起 一天呀 你走 那爱就行了 刚才说了 你有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怎么个和谐法 我们家子伙 五六六七个都互相 谁家有事都互相帮忙 有事了 过年过几了都到一起聚会 每年都是这样 特别好 他马上倒行 掺和不 我过年都到我姐家去 我姐跟我一个月 不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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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看你是不是像你们这年龄 像我们这事的时候 哪有这事 一般没有矛盾 一般没有 都特别团结 分的每家都挺和谐 对对对 命真好啊 就是关键问题是 不管你有没有困难 如果要是说需要相帮的时候 小事他也愿意伸手 是吗 大事都处理 都出钱 谁要这个钱 还出钱呢 对 都特别团结 谁有事都不在乎 我跟你讲 这个大家族可不好相处 因为你姐姐几个处名 为了行 那还有另一半 对啊 什么轴力啊 什么妹夫姐夫的 是不是 不担心 不是也挺好 你知道吗 大家都有大家的 有他们的原则 来吧 那接下来咱看看 男嘉宾的生活是怎样的 15333号刘先生 沈阳人 李毅 有住房 国企退休 儿子已婚独立 一个人的生活 久了就会寂寞 但每个人排泄的方式不一样 有人喜欢喝酒 有人喜欢玩牌 有人喜欢抽烟 但是这些我都不喜欢 寂寞了我就喜欢运动 锻炼身体 大家好 我叫刘瑞峰 虽然我现在已经73岁了 但是我的身体很好 很硬了 我每天早晨起来 手手手捂着 就会出去锻炼了 白天没事了 就串着亲戚 去看看孩子 有时也去妹妹家看一看 我们家虽然是 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姊妹七个爷 但是我们都非常团结 事实大了 我们从来没有分歧 谁有事都互相帮助 平时他们也总带着我去旅游 像山亚 云南 四川都去过了 虽然跟亲戚们在一起很开心 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生活 我的生活总还缺少了一个伴 李嘉宾 你是我的那个伴吗 他有的选